第十九號颱風三卡生成 原本位在南沙島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 在今天下午兩點發展為輕度颱風 路徑預測朝越南移動 對臺灣沒有直接影響 從前示圖上可以看到 明天是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或者是颱風逐漸接近的過程 那到了禮拜天到禮拜一這段時間 他會通過巴士海峽 那禮拜一之後 由於東北激風增強 他的路徑會開始往南掉 那從這個路徑上來看 他一旦形成颱風 就有很高的機會發佈颱風警報 那即使沒有形成颱風 對我們的天氣影響 也是相當劇烈的 跡象局表示颱風將在十五號 逐漸接近 主要影響北部 東半部 其中在大臺北 宜蘭 花蓮 可能有大雨 豪雨 週日和下週一 除了環流本身的影響 東北季風也會增強 各地的降雨機率都會提高